为在复理台九县赴南村一处的工地设备遭窃 损失价值约新台币2万元 玉里警分局复理派出所启动鹰眼小组 沿岸发现场调阅上百只监视器 发现一名嫌犯曾在10月24号凌晨 疑似携带专案工具进入案发地 远禁研判 嫌犯可能再回来 26号下午2点前往附近的槟榔滩实施查访 果然特征体型都与监视器上男子容貌相似 警方发动盘查 过程中这男子自知罚网难逃 主动交付专案工具 全案一切倒缀 含请花莲地方检察官侦办 为在台九县的复南村一处工地设备遭窃 损失价值大约新台币2万元 约分局部里派出所启动的鹰眼小组 沿岸现场调阅上百只的监视器 发现一名窃嫌曾经在10月24号的凌晨 疑似是携带作案工具进入到案发地点 远警研判 犯嫌可能在作案之后 仍然会返回案发地 在26号下午2点前往工地附近100公尺的 冰蓝堪实查 果然特征体型都跟监视器上男子容貌相似 警方发动盘查 过程当中这名男子自知罚网难逃 主动交付作案的工具 全案是依照妾盗罪 含请花莲地方检察署证办 预分局呼吁民众可以装监视器来保护 自身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发现周遭有可疑人事物 请立即拨打110报案专线 警方将全力守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让民众有个安全的居住环境 记者高松双铺里香采访报道